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讲究年龄的尊卑秩序是有适用范畴差异的 那么在朋友之间 中国人不注重年龄的差异 而是重情感和志趣的投河 在中国 望言之交被认为是难得而珍贵的友谊 备受赞赏 那么在亲族关系上 父母和子女之间 以及师生关系中 老师和弟子之间 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长幼有序的 问候长者时不用行礼 表达自己意见时可以畅所欲言的中国人的自由年龄文化 对于使用敬语 称谓 要遵守礼节的韩国人来说是很陌生的感觉 韩国是世界上敬语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可以说敬语最能表现说话一方的画者和聆听一方的听者之间的尊卑关系 所以韩国人喜欢知道对方的年龄 确立长有顺序 并且认为有这种顺序才和谐 这种重视年龄的文化可以说是受到了儒家的影响 同时也与喜欢长幼有序的韩国人的价值观有密切联系 人活一世最珍贵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不问年龄 韩国却重视年龄 文化表现不同但本质一样 尹品公司 山本一世最珍贵的人 騰人